清澈的自来水滚滚流入台东的丽家净水厂 这里不仅提供民生用水 更与民间厂商合作 利用取水口到净水厂有50多公尺的高地落差 24小时运作发电 是全国首座自来水水力发电净水厂 我们是利用这个落差 我们利用这个落差的位能 然后透过这边的一个水平机转换成一个动能 然后再透过发电机来发电 然后再透过亏损送到台电去这样 安心啦 它做得很好 很干净 没有油温都没有声音 台水经年迈入成立第50周年 台东第十区管理处也特别举办 利家净水厂小水力发电管母活动 让民众更了解净水厂的运作 以水力发电来说 每小时约可以发电130瓦 提供超过200户家用电力 其中使用水涡轮发电机发电 不会产生油污 也不会造成水源污染 有效利用水循环 达到绿能发电的国家政策 台南的这个南化水库 还有这个云林的湖山水库 还有这个台中的这个 沙路的一个十万吨的一个配水池 这边也有在进行这个 小水力发电的一个规设 由于气候变迁对环境带来严重冲击 里家净水厂小水力发电模式 也正在复制到其他净水厂 水力发电的再生能源 透过自来水发电厂 不仅提供清洁的自来水 还能节能减碳 实现环保与永续发展的目标 明时新闻李渔和台东报导